还记得这句话吗 这是前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处理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时留下的金氏名言 他相信铁道部仓促掩埋车体是为了方便救灾的说法 当时在记者会上遭到轮番炮轰 将近十年过去了 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开始造成全球大流行 尽管官方一再强调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秉持公开透明及负责任的态度和各国分享资讯 不过中国的疫情数字有很多人表示质疑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与官方统计数据的实践道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统计模型推测估算 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是将近300万人 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说 在湖北以外的确诊病例只有约15000多例 一点都不合理 史剑道的模型推测 不包括湖北在内中国感染人数就将近300万人 这听起来很惊人 他解释自己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资料推估 在湖北省全省关闭前最少有120万人离开 所以他认为要去追究单单是湖北省的确诊数据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按照感染率2.3%应用意大利的疫情模型估算 这些人在中国采取严格措施前已经在全国流动至少21天 他因此推算出上述结果 尽管他也说自己的模型存在误差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 中国官方的数据是远远不可信的 关键就在于中国从未公布过检测数字 他们不大规模检测的做法是故意的 因为他们不想知道 即使是在疫情严重的湖北 人们都无法想做筛检就做筛检 所以我不认为北京的中央政府知道真实的数据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到能知道真实数据的检测规模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截至4月10号 美国已有超过47万人确诊 而疫情爆发的发源地中国 官方公布的数据则是逾82,000例确诊 死亡人数上 美国已超过了17,000人 中国则是3300多人 人口超过3亿的美国有多少人做了检测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也没有公布相关数据 不过网上有民间团体冠状病毒疾病追踪项目 搜集各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0号 全美的检测数量已经超过了230万人 美国的筛检人数应该是世界最高的 而根据中国卫健委官网 中国直到4月1号才开始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 也就是说美国筛出病毒代源者就算确诊 而中国则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不计入确诊人数 史建道就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这种不根据筛检规模而公布各国数字的做法很有意见 中国的官方数据究竟可不可信呢 事实上中国自己的专家 例如上海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不久前就这么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中国的数据真实度太敏感 13亿人口大国疫情爆发至今 大批疑似病患没有获得检测的机会 还有大批无症状感染者没有列入统计数字 如果北京官方所说的确诊约8万2000例 死亡约3300例是真的 王永平当年还有一句警示名言 或许可以是一个注解 这是一个情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更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 4月7号晚10点 中央纪检委网站贴出了关于任志强被审查的通告 一个早已退休又没有任何官职的曾经的网络大威 以严重违纪违法被关押调查的信息已经发出 就瞬间引爆网络 墙内墙外 党内党外 人们以各种方式发声 声援任志强 其实从任志强三月初因其撰写的一篇网文而被失踪开始 网上就出现众多他的好友熟人 企业界人士发出的寻人启示 比如他的好友张维颖老师曾发过这样一个帖子 约好的日子见不到你 不知你躲藏在哪里 睡到半夜梦见你 梦见你在蟒山里 我拉着你的手 你叫我别开口 我向你点点头 你让我赶快走 我一步一回头 你向我不停的吼 别担心 莫忧愁 下次相聚不会太久 网友夏之夜也曾发过一帖 任志强一位年长者 为年轻人呼喊 提倡思想自由和胡思乱想 一位大富豪为农民争取权益 主张人人平等 反对权贵与平民双轨并存 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 他也因此多次被贬 更有网友愤怒的发帖说 污名化是我党传家宝 对于搞不定的一律被腐败 被嫖娼被港独被台独 假如任志强不幸遇难 那么他的那篇习文 会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成为全世界声讨控诉 习近平独裁暴政的 承堂罪证 一位网友以抗争的三个层次为题 发帖致敬京城最后的老炮 他说抗争的第一个层次 是本能的抗争 这是任何人在受到侵害时 都会做出的本能反应 维权者大多属于这个层次的抗争 他们的反抗 在客观上对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有一定作用 抗争的第二个层次是公民抗争 这个层次的抗争 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 也关注制度性的问题 能与统治者之间形成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使得整个社会不会变得太坏 但也很难促成整个社会的文明转型 第三个层次的抗争 是最高层次的抗争 这个层次的抗争者 可以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认知能力 有的还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但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利益 满足于个人尊严和权利 他们不再接受社会修修补补的改进 他们要做的是解决根本问题 促成国家实现文明转型 应该说任志强是中共党内的 妄议派改革派推强派 一向直言不讳的批评 集权体制的系统性缺陷 他的存在对于一个唯我独尊的 独裁政党领袖来说 自然如芒刺在身 那么导致任志强此次失去自由的 那根芒刺是怎样的尖刻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 他针对中共2月23号17万人大会 所写的那篇批评文章 他在文章中开篇就说 四年前的2月19号 我在转发央视性党的微博照片时 加上了一段评论 当所有媒体都有了性 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 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 和有党查看一年的几率处分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 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信党时 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 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 去公告事实真相 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 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 共同伤害的结果 接下来的一段话 目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虽然未典名 但更为犀利 他说 那里站着的 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 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 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 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 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 和谁不让我当皇帝 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接下来 任志强对党内御用能人 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 与十七万人大会 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 必将载入史册的无耻吹捧予以痛击 他写道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 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 并提出了不怕批评 敢于接受批评 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 对反右倾和大跃进 及满产满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 最终刘少奇用三期开 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 毛则在大会上终于做了检讨 这次的大会也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 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 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披露 没有查清疫情爆发的原因 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 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真相 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 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 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 追究八名谣言者的新闻 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 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 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 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 至今也未公布 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 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因 正是掌权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 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 同时动用党控媒体引导舆论 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 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 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 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 但这次伟大的十七万人大会 却只有表扬和功劳 并无原因真相和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 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爆发的原因 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 骗取世卫组织的信任 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 但深历其中的中国人 却难以再次欺骗 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 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 与言论自由的痛苦 但中国人知道 这次疫情的爆发和所引发的一切 本不应出现的痛苦 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 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我无法为2月23号的讲话欢呼 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 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 试图甘心于在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 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吓之众中难以发展和维持了 也许不远的将来 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 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 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 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在声援任志强的人群中 不乏中国企业家 一篇来自企业家陈天庸的网文这样写道 我呼吁主政者释放任志强 中国共产党正式靠改革开放 纠正了文革错误 走市场经济之路 才使中国富强起来 才重新获得了民众拥护 暂时避免了亡党亡国的风险 任志强是党内的市场经济派 而市场经济是已经写入宪法与党章的 还有无论是作为一个党员 还是一个公民 任志强应当享有批评党 与国家领导人的权利 言论自由也是写入中国宪法的 我去年初离国时 写过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 呼吁主政者放弃斗争思维 与世界和解 让民众自由 同时建议实行宪法 接受普世价值 放开国企垄断 放开对土地利用的过多限制 取消大城市户口限制 否则中国经济必将严重下滑 中国面临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 一年多来这一切已全部应验 却新冠病毒疫情还加速了外需与外资 向他国转移的进程 中国如再不改变现行局面 立即与世界文明接轨 给中国民众言论自由 与更多的经济自由 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都已经享有的其他自由权利 中国将被文明世界踢出世界经济贸易圈 事实上 因为2019年中国在政治改革上毫无作为 还继续倒退 窗口期已过了一半 现在产业外迁趋势已成 所以今明两年 如果政治改革没有重大进展 中国经济将很快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 中国将在今后百年内都难赶上发达国家 作者最后呼吁主政者 于体制内有识之士 放下权力的傲慢 别为一党之私 一己之私 误了十几亿同胞 与下一代人的长远信服 误了国家与民族的虔诚 请立即开启宪政改革 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 我是桑宇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4月8号武汉封城的日子 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警告说 中国爆发二次疫情的概率越来越大 不过中国的抗议专家则表示 风险有限 疫情不会再次抬头 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 爆发第二次疫情的风险有多大 那要如何来防止和应对第二轮的高峰 今天我们请加州的内科医生 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艳芳来解答相关的疑问 我想先要把这个爆发的定义说一下 如果说是像武汉那样的爆发应该机会非常的小 因为现在这个检查的次数多 而且出现任何症状大家都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说再次出现小型爆发几百个case 2000个case这个机会是相当大的 因为国外太多太多的地方有这种感染 所以现在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看到 中国也是多半是从外地带回来的 本国的留学生出去或者出去玩的人回来带回来的一些 但是因为在边境检控做的还不错 所以现在还能够控制住这个 不在社区里头传染的太厉害 可是难免会再有一些不迟不迟的 一些小规模的爆发吧 怎么说 所以像二次高峰这样的风险不是很大 在这些国家不是很大的 但是在检测跟这个公共卫生不齐全的地方的话 污染者还是很大的 那全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一个地方爆发以后 难免会在别的地方有一些火花 那在4月5号香港的报纸南华早报 援引中国政府的数据说 无症感染者或者说是隐性的感染者 可能占检测呈阳性的这些患者三分之一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就警告说 这个无症的患者是二次爆发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您怎么看 无症患者现在确定是有这样的人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 至于他们的传染性有多强 现在我想医学上还没有定论 但是肯定是有一些的传染性的 一般说来这个进毒因为新的时候 我们还不是这么清楚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般说来这一类的病毒在无症状的时候 你身体放出来的病毒会少于发高超那个时候 那因为无症状所以也不咳嗽 所以就传染的机会就会比较小 但是不是没有 这个问题就很大的 因为你无症状的人到底在哪里 有些人可能永远都没症状 从头到尾都没症状 现在好像也有发现一些这个case 那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问题呢 那就必须要很广泛的去在社区里头检查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检查有症状或者高危险性群 而是抽查 比如说拿2%的人出来抽查 Random完全随意的抽查 然后看看社区里头大概有多少这个病 有美国专家他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作为例子 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呢 疫情第二次爆发会比第一次更加的凶险 死亡率也会更高 你怎么看二次爆发的危险性 那一次流感爆发的时候 我们的人不会这样子到处跑 全世界的旅游没有那么多 那时候基本上也没飞机了 说是没飞机也有一点点飞机了 那两个飞机两个亿的飞机可以坐两个人的 但是travel很不容易 所以呢能够传播的这个距离比较 速度跟距离都比较少比较慢 但是说死亡率的话 到底现在医学进步 那个时候基本上束手无策嘛 就是等死吧 也没有呼吸机也没有药物 没有任何的东西 氧气有没有我都不晓得 那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能够撑过这个危险期的病人 应该是多得多 所以得病的人可能并不少 而死亡率希望能够降低到最低点 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慢慢的知道 怎么样治疗这个病毒了 所以写时量应该会慢慢的压低 这两天啊 中国的一些媒体在报道 黄山的风景区呢 现在又开放了 那在4月4号啊 这个黄山风景区的游客达到2万人 这是在疫情期间所允许的巅峰 那人满为患开员5个小时以后呢 又不得不关门了 那针对这样的现象有多危险 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东西基本上要关门 2万个人你怎么样也无法说 比如保证里头没有多少人有症状 就是无症状感染 比如说其实有症状的 你要在门口测温度 问症状 你可能会去掉90%的有可能的人 10%的人进去 到底2万人还是不是一个少数 你很难保持说六次的距离 或者没有办法在一起吃东西 或者碰到同样的东西 上厕所的时候 用同样的水龙头的开关 这些你都无法避免 这个而且这种观光景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都从各个地方来的 而不是说你的社区里头 一个人发现了 传染几个人以后 在这个里头 黄山可能是全国来的 从前是全世界来的人 那回家以后 一个一个又在各本地 不晓得传染多少人 所以几乎是不可能把这些地方开放而想控制疫情的 那从刚才这个黄山游客的例子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来提高民众的这个防范意识 怎么样来做好个人的这个卫生工作 我想群众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现在大家对附近的这个安全跟这个环境的清洁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基本上这个东西还是由droplet拖液传染的 空气传染有可能 所以触缝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洗手 洗手 洗手 再洗手 是最重要的一点 碰到任何别的东西 只要你要碰到的东西 你要想一想 这个以前可能有多少人碰到 如果是很多人碰到的话 尽量把这个表面给清洁过 酒精类的杀出杀菌的液体来清洁 然后碰到以后 马上自己洗手 或者用这种手的清洁液 清洁手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东西并不是在手上传染给你的 而是你要触破到你的黏膜 是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好像一个保护的盔甲一样 病毒和细菌都没有办法穿破这个皮肤 但是我们这皮肤之间有一些动 有一些弱点 那就是我们的黏膜 黏膜在什么地方呢 黏膜在眼睛 在鼻子 在口腔 在性器官这些地方 所以尽量不要去碰触脸部 那现在已经有美国的科学家证实说 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来传播 不仅仅是唾液 这个传播的危险性 这个增加传播危险性非常的多 因为唾液可出去的东西会 就基本上会掉在地上吧 会粘在表面上面 你要触摸才会接触到你 你要自己还要摸到你的黏膜 像我刚才说的 空气传染的话就是呼吸就会传染 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SARS有这个问题 Coronavirus这个新的COVID-19 跟SARS的这个病毒很类似 所以我们的假设也是有这个可能 到底有多厉害 那就不太确定了 因为有的这个病毒需要很高的浓度才能传染 有的很低的浓度就能传染 那大家戴口罩还是有些帮助 虽然说普通的口罩 除了NiD5这一类的口罩以外 不能够把病毒全部过滤过去 但是多少有一些帮助 有一点足迷没有好 同时口罩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你戴了口罩以后 你就很难碰自己的鼻子跟嘴 所以这有一点隔离 眼睛也有一样的帮助 减少碰到眼睛 空气传染的话 那你在这个凡是密闭的空间里的人多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注意的保护自己 尽量戴空气流通的空间 尽量在人少的地方 在人多的地方不要停留过久 如果是长途飞机或者长途火车 这一种甚至于考虑要不要戴N95的口罩 我知道这不是美国健康局的这个建议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必要 那原来在加州旧金山 是疫情的一个高发地区 现在控制的非常成功 现在在东部这个疫情成了非常严重的灾难地 那加州有哪些经验可以让全国来借鉴的 是的 我就是自己在矽谷啊硅谷这个地方 所以是最早的地方 Santa Cruz County 除了Seattle这里 原来是最严重的地方 后来纽约追上了 现在很多别的地方都追上 加州做了几点很好 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居家隔离开始的早 比别的地方都要早 万区这里六个县七八百万的人口 一早就开始居家隔离了 后来过了大概五六天以后 加州整个的州 州长宣布隔离 现在我们这边的隔离已经住第三周了 一般说来两周的潜伏起码过了 所以现在开始看到病情的一些平稳 可是呢 也不能大意 因为到底这个是全世界科技中心 全世界全美国的人都不停的流动在这边 所以带进来的还是有很多 同时本地的医院的设备也准备的很好 像我在医疗诊所 我们就把普通一般看病的病人全部都取消 一般的不必要的手术全部都取消 把病房跟这个加护病房空出来 万一突然间爆发的时候 有这个能力来照顾这些病人 所以希望这些准备都能够足够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准备都是不需要用 但是如果需要用的话 希望能够足够 纽约的隔离开始的有一点晚 在别的地方就更晚了 纽尔林那个Mardi Gras是百万人的大庆祝 而且延迟一周以上的时间 亲密的接触 酒吧里和酒街上跳舞等等的 那个现在纽尔林也爆发了 纽尔林也爆发了 LV多山基也追上来得很快 多山基那个时候 那个马拉松赛也是几万人 全世界的人来 现在就带着病毒各个回家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王医生您个人有没有治疗过 或者碰到过新冠肺炎的患者 我很幸运 现在我个人的病流里头还没有 但是我们的诊所 因为我们诊所非常大 照顾北加州到一百万的病人的 这个一千多个医生的诊所 所以里头是有很多的例子 但是我们把这些分开了 就是说凡是有发烧咳嗽的病人 在外面一个帐篷里头 车房车那个车库那边 一个帐篷里头看 不要进到诊所里头来 凡是进诊所的 也量温度啊 也戴口罩这样子 挺让把这些有病毒的跟没病毒的人 分开来治疗 所以影响很小 在我们Alavida County Fremont这边诊断到的也很少 这是各位数字的 好 感谢加州内科医生 亚裔公共事务联盟 湾区主席王彦邦先生 为我们做的详细回答 也感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子 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进入了对抗新冠疫情 最艰难的时刻 无症感染使得遏制病毒传播 更加艰难 要如何及时发现无症感染 阻断病毒的传播 另外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说 中国出现了爆发 新一轮疫情的迹象 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 再次爆发新冠病毒的风险有多大 要如何防止和应对第二轮高峰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首先 美国卫生剧局长亚当斯警告说 目前是美国应对新冠疫情 最黑暗的时刻 就像是珍珠港和911事件 而无症感染使得发现病例 和阻止病毒传播更加的艰难 那什么是无症感染 怎么样来诊断和发现 无症感染者防止病毒悄悄地传播 今天我们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 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 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 赵玉琪博士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 叶凡 非常高兴又有机会跟你做节目 那首先我想请教 什么是无症感染 无症感染 就是说顾名思义 就是那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呢有没有临床症状 就是临床症状就像我一般说的 一般发烧啊 咳嗽啊 嗓子痛啊 当然严重呢 就会出现这些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 所以这就叫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 那就叫这个无症感染者 这个病毒感染人体 就像一场人跟这个病毒之间的一场战争 那么当然侵略者是这个新冠病毒 那么防御者是我们人 那么这个病毒呢 它要感染我们人体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 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病毒 那么它呢 它实际上是通过空气感染 通过空气感染 空气当中有这个水分 有这个湿度 所以呢 我就想象就说 人家打仗的话 他们就像空降兵一样 从天上从空气飞过来 落到我们身上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 一般通过鼻腔啊 口腔啊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那么进去系统以后呢 这些病毒 它们是非常 就是特殊的病毒 那么它们的攻击对象 就是它们要找我们的突破口 什么样突破口呢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这个 呼吸道里边 有些细胞啊 细胞里边就是 它这个就像门上 挂了这么一个这个锁 这个锁的名字叫呢 ACE2 这种受体锁 那么这个锁呢 必须打开 病毒才能进来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呢 它就有这个能力 它进来了以后 它打开我们这个 ACE2这个受体锁 那么这个人就被感染了 感染以后 它进到我们人体 我们人体 它就利用我们的人体的 这些这些粮草 就是它们迅速的扩增它们 一般的话 就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 就像我们在化验室里边做的话 因为一个棉球 就缴那么一点样品出来 一般一侧 都是上百万 上千万 甚至上亿个病毒 所以你想想 一开始进来很少几个病毒 在一个到两个星期之内 一下扩增了那么多 那么这时候 那么病毒基本上 在侵略成功 那么当然从我们人体 我们当然也不是吃闲饭 就是我们要反攻 我们要反击这个病毒 那么这时候呢 反击的过程 就是实际上 就刚才我说的 是临床症状 你比如说发烧 发烧一样 就好像你打起仗来 我们点了一把火 我们要把这个病毒烧死 那么这些点了火 我们就发烧了 我们咳嗽 因为它是个空气传染 呼吸道传染 我们要拼命的咳 把它这个病毒喷出去 那么另外一个 因为它通过我们 口腔鼻腔进来 所以我们就要把 这些路障都堵住 所以堵住了 所以你感觉嗓子塞了 嗓子痛了 这实际上都是我们 人体本身 免疫功能的反应 那么这场战争 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那么就是说是 到底是病毒活 还是人活 那么这时候呢 根据这个战争的 不同的阶段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说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无症 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第一部分 你比如说刚才我说了 病毒进到我们人体 进到我们的消化道 那么这时候 它在迅速扩增的过程当中 它非常有侵略性 非常有感染性 但是呢 我们人体还没有开始反应 那么这时候 它是无症状感染者 但是呢 它的感染性非常强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人体 意识到了开始反击 就像我刚才说了 发烧啊 咳嗽啊 这个猴腮 然后最后 最后呢 就等于说 我们动用了 我们全身 所有的免疫功能 那么因为这个病毒 要最后进入到 我们的肺脏 肺脏的时候呢 是我们全身 全身动员 那么因为这个肺部 是病毒最多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人体 就是要打这场战争 起了一个战争代号 叫细胞因子风暴 所以就像这个 地毯式轰炸 一下把这个 把我们的肺脏 全部就是说 炸起来了 结果呢 相反有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人炸死了 所以我们新冠病毒 很多病人 到最后死掉 实际上 当然病毒攻击 是一件事 另外一个也是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目标就是说 太过分的反击 相反导致 我们人的死亡 但绝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最后人是胜利的 所以我们通过 这些免疫反应 最后把所有的 这病毒给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呢 都把它抓起来 把它关到监狱里边 我们用抗体 一个一个 把它都制服了 那么这时候呢 制服了以后 我们的人体 那么就症状也下来了 因为敌人都抓着了 我们免疫功能也有了 抗体也起来了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 第二类的 所谓无症状感染者 你要看那个测的 RNA 因为这个病毒是RNA病毒 我们测 你还能测到它 但是同时 我们也能测到抗体 那么但是这时候 它没有症状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呢 那就更奇巧了 就是说 病毒进来了 我们呢 刚才我说 我们前面那个说的是 是大型战争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特种部队 进了一个病毒 我们就抓一个 进了一个就抓一个 那么这时候呢 你在表面来看 人体来看的话 我们没有反应 就是有很多人感染 他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 那么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病毒要进到我们系统来 它要打开那个锁 那个ACE2 那个锁 那么有些人 他就表达量很低 或者说 他把那个锁 加了个密码 病毒进不来 所以虽然他感染到人 进到人体 但是感染不了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的第三类的 这个感染 无症状者 所以归类一下 就是三类 第一类 就是说无症状 但是他病毒 非常有感染性 有侵略性 所以这是最危险的 无症状感染者 第二类 治愈的 已经有抗体了 我们把这病毒 就制服了 他感染能力非常差 就是说 基本上 他不会太感染 第三类 就是有些人感染了 他没有 身上没有感觉 就是我刚才 我说这些情况 那么他可能会感染 但也可能不会感染 但是他不会像第一类 那个威胁那么大 那你说到这个 我很感兴趣 就是这个第三类 他有了病毒 但是他不会发病 他可以把病毒进来 一个个杀死 那是不是这类的免疫力 特别的强了 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 免疫力强 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就刚才不是说吗 就是第一类的话 有些病人死掉 就是因为 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太强 太强了 就发起了这种 像我刚才形容了 就是这个地毯式的轰炸 用这个所谓细胞因子风暴 炸 炸最后呢 把自己给炸死了 那么所以免疫功能 在这种情况并不好 但是刚才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像这类感染者 这个如果形容一下 就像说了 我们过去讲过 所谓个性化医疗 就是说每一个人 对疾病的反应 都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的基因 的这个不同 所以导致我们 对疾病的反应也不同 所以呢 这个要各异 不能所以是一概而论 那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 他怎么样去检查 怎么样来发现这些 无症状的感染者 可以阻止这个病毒的扩散呢 对 这就是所谓大家 大概比较关心的 也就是所谓它的危险所在 那么因为你没症状 你感染了 你怎么知道它感染 你怎么知道它是谁呢 那么当然现在来说 没有没有什么办法 除非我们把每个人都测了 但是这个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开始有所谓的抗体检测 那么那么将来 你反过来说的话 那么等现在开始测抗体了 会有很多人会发现 哦 我居然已经感染过这个新冠状病毒 但是我没有发病 那么那么只能从这个角度呢 就从流行病的角度 我们将来会知道 究竟我们现在这个人 这个人群当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 可能会感染病毒 但是没有发症状 那么那么这意味着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 对大家我们公共大政众来说呢 就是说你还是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出门戴口罩 保持距离 洗手 常洗手 常洗脸 这些一定要做 不要说对面一看 没事这个人看了也没 也不咳嗽不发烧 一点事没有 千万不要这么假设 那赵教授 在美国的疫情 刚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测试计合 是非常缺乏的 那以前的这个测试的方针 就是说 如果你是刚从中国回来 或者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 那才有可能去得到测试 那我想了解一下 目前美国这个测试能力 如何有多大的改善 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测试 那就说如果跟一个月以前相比的话 那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善 就给你举几个例子 第一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大概在全美国 已经有超过两百万人 已经被检测过了 当然比我们这个三亿人来说 还是很小的数目 那么第二就是说 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FDA已经批了三十个 紧急使用的所谓试剂盒 就包括我医院在诊断 是我们现在就在做这种 大就是高通量的检测 每天我们可以做五百 到一千例的这个 那么到目前为止 昨天晚上我还参加了一个白宫 就是负责这个 这个新冠检测的负责人 Dr. Deborah Brooks 他昨天晚上还在说 他说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能测 大概八十万个人份左右 那就说每天 我们都测大概十万人左右 十万多一点 但是呢 你要让听起来很多 但是你看前天 是我们这个发病率最高的一天 那么一天 我们大概全美国 两万八千人 大概得了新的感染 那么一般在临床上 我们测的话 大概现在平均全国下来 大概平均10%的阳性率 那么如果按这个来说的话 两万八 那么成十那就是28万 我们每天应该测28万份 但是我们现在只测10万份 10万份左右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大家现在我知道 从昨晚那个电话会议 这个全国的这些测试中心的主任们 很多都在 大家都在积极的 这个就开始大量的做测试 那您是在这个抗疫和研究方面 是在最前线的 您有最直接的这个信息 那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无症患者在这个全国范围内 大概会占多大的比例 怎么样来统计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解释了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 因为他没有症状 所以一般的不会到医院来 也不会测 所以呢 所以说就是现在只能是 粗略的估计 所以你看到媒体里边说 有人说可能是30% 有人说60% 甚至有人说可能是80% 但不管什么数字都是在猜 那么最后我们怎么知道呢 就是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了 我们开始对我们整个群体 开始抽样做抗体检查 最后的结果出来 我们才真正知道大概0% 不过要是真实要猜的话 我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30% 50%都可能 那您认为这个无症感染者 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来源呢 这个也是也不是 就像我刚才解释了 这三种不同的所谓感染无症状者 刚才不是说了 第一类就是他在没发症状之前的这个 他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那个病毒在线性 就是线性指数增长 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没有症状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他应该是我们传播的主要来源 但是后两类治愈后的有了抗体的 和这些感染了没有反应的这些人 他们的传染能力很弱 所以他应该不是主要来源 但是像我刚才说了 他不是主要来源 你也不能不能太大意 因为有些人可能还会传染 那赵教授那些无症感染者 如果不被发现 没有经过治疗 他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永久的带军者 悄悄地传染给很多的人 就像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 叫伤寒玛丽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理解我们的大众很多人会担心这种情况 但是在现在看来 就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能说呢 就是因为伤寒是由于伤寒感菌 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细菌感染 不是病毒感染 所以他很多可能会在人体身上待很久 那么从病毒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至少现在有两个先例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第一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非典 叫SARS 就是2003年在中国开始发起的 那么他这个病毒从遗传病毒特性 跟今天的新冠病毒非常非常接近 就是他是实际上是他的堂弟 那么所以你看见了 他那个2003年以后 基本后来消失了 到现在也没出现 所以呢就是说 这是一个可能不出现 从病毒学的角度 我们可以用艾滋病作为一个借鉴 艾滋病毒呢 为什么说到今天我们去不掉 是因为病毒一旦侵入了我们的人体 它马上整合到我们的染色体 变成我们人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人感染了一辈子 就就携带病毒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新冠状病毒 它不会整合到人体里边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这是人体和这个新冠病毒的异常 你死我活的战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么最后的结果 必定是如果病人不死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 是因为这个死亡率还是比较低 那么绝大的人都会战胜病毒 最后病毒就会从我们人体上消失 所以你说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不存在 那么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他们的免疫力似乎要比那些 严重感染的人要强得多 那是不是可以用他们的这种血浆疗法 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呢 实际上不一定是 就像我刚才解释了 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有几种情况 就是说就是第二种是有了抗体 那么这种人的血浆很可能会有用 因为他战争打赢了 所以他有了经验 他把那些病毒都抓起来了 所以他知道怎么抓病毒 所以这种人 这种病人的血浆很有用 但是第三类我讲那个 就是说人感染了 他没有症状 也会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种呢 就是说它是个特异现象 所以你用他的血浆呢 我估计不会有 刚才说的第二类那么有效 好 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 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 我们做的详细解答 昨天 中共卫健委通报说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是46例 42例是从海外输入的4例是本土病例 分别是广东三列黑龙江一例 中共的这些数据可信吗 上海华山医院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 说了一句耐人取位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体制内可以讲真话吗 大家自己有判断 相信大家都记得这样一句话 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了 这句话是2011年 温州动车事故之后 出自中共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之口 他说呢 他相信铁道部仓促掩埋车体 是为了方便救灾的说法 十年过去了 中共仍然在掩耳盗领 但是外界并不相信 一直认为中共的数字是经过了美化 含水量太大 同样是昨天 美国知名学者 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史建道 公布了他的研究模型 他推估出中国实际的感染患者近300万人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不过史建道却指出 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湖北全省的感染人数 史建道说 我的统计模型推估 中国感染中国病毒的这个病例将近300万人 所以我认为 中共官方说在湖北以外的确诊病例 只有一万五千多例 一点都不合理 这位知名学者解释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资料推估 在湖北封省之前 至少有120万人离开了 所以现在要追究湖北最初的确诊数据 意义不大 按照感染率2.3% 应用意大利的疫情模型来估算 这些人在当局采取严格措施之前 已经在全国流动至少21天 推算出上述结果 不过史建道承认 既然是模型推算 就可能存在着误差 但是他认为 无论如何 中共官方的数据是远远不可信的 关键就在于 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监测数字 史建道确信 中共不做大规模检测的这个做法是故意的 因为他们不想知道 即使在疫情严重的湖北 人们都没有办法想做筛检就做筛检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昨天 全国总检测人数超过了230万 这个检测数则在全球都是最高的 美国的做法是 只要发现携带着病毒 那么就把它列为是确诊患者 而中国则不然 4月1号之前 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从来没有记住过中共的确诊人数 这恰恰是中共采取的鸵鸟政策 少检测 少确诊 也正因如此 史建道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这种不根据筛检规模 就公布各国数字的做法是很有意见的 他说 这就把中共没有做大规模检测 而得出的数据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然后说哇你看 中国确诊数字受控了 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种比较方法是不科学的 也有误导 我们昨天的节目中说了 武汉各家医院门口又出现了大排长龙看病的场面 人们都在等着检测 直到晚上还有人在排队 自由亚洲表示 如果北京官方所说的确诊大约是八万两千人左右 死亡是三千三百例 这个是真的话 那么王永平当年的另一句警示名言 或许就是注解 这是一个 我与国内同学翻脸畸变 文章原题目 傲慢与偏见的隔壁 坚达FG同学 作者王光明 一觉醒来发现初中群再一次热闹 此番争论 戏因几天前 我点评段同学的先生冯老师 抨击方方日记的文章而起 我的基本观点是 任何人的作品都可受批评 方方也不例外 冯文笔很好 可惜主要是讲政治 而不是站在文艺批评和普罗大众的角度 冯对细节的苛责也势之武断 进而我认为 对于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 代价惨重 甚至会重塑人类文明与经济格局的重大灾难性事件 如果只有正史的记载 而没有野史的补充 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 接受 理解 致敬方方日记 是一个民族甚中追远 起码的胸怀与良知 未料 此论引起公务员G和教师F两同学的强烈不满 上周五G同学发了一通红论 寒沙摄影 什么苍蝇臭气都来了 今天F同学再次居高临下 指丧骂怀 连汉奸都说出来了 就差罪大恶极了 这中间萧师哥也来助阵 艳然三剑客 本来G说的那些我回应过 不想再说 但F的得寸进尺 让我觉得不回应一下就失礼了 都是狄青同学 你们毫不客气 我也就直言不讳 好吧 你们的基本观点大致这样几点 一 美国不是好东西 就是靠搞垮别人称霸的 中国离开美国没什么 二 我一生在家乡 就是没见过世面 但我爱国爱乡 不崇洋媚外 方方诋毁我们幸福生活 我就反对 三 在国内赚了钱移民的 就是博爱国 甚至是汉奸 四 不能因为家庭的经历 而跟国家有仇 我 F同学 亲外公土改被枪决 爷爷文革被拿枪勘压 对吗 不对吗 关键词都跟国有关 美国 爱国 出国 家国 好吧 我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 来说道说道 一 美国 首先美国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之前说过 中国的历史 现实与将来 无论你粉谁 或怼谁 三个国家是回避不了的 苏俄 日本 美国 苏俄占了中国一百多万的领土 输出了革命 今天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日本跟中国打了两场战争 今天还有领土纠纷 但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与中国恩恩怨怨 但没有占过中国一寸领土 今天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者 中国近80%外贸顺差来自美国 2018年的顺差占比高达91.9% 21世纪的世界 不是敬畏分明 非黑即白 中美关系 意识形态 制式冲突 经贸科技相互依存 中对美 依赖更大 又竞争又合作 斗而不破 将是常态 不因你的好恶或缺乏了解而改变 它将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不是之一 不信 去看看邓江胡习的论述 其次 美国好不好 这是一个主观评价 见仁见智 或者此一时彼一时都很正常 如果愿意看事实 简单讲几点 第一 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不是美国人强力出手和大量牺牲 今天欧洲和俄罗斯可能都讲德语 而我们可能在用日本 第二 高晓松有个研究 1949年之前 美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 是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三倍 就不要说飞虎对了 第三 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 对中国开放了巨大的市场 让中国有了黄金二十年和今天的家底 肖石哥说 美国是为了绑住中国的手脚 才让中国加入世贸的 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四 九二年至今 美国家庭累计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孤儿 弃婴 其中大多数是女婴和残疾儿童 第五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接收国 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 大多数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来自美国的 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说 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还有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今天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都有美国的黑手 没错 这就是现实 硬币都有两面 政治问题太复杂 这里也不宜讨论 但可以提示两点 第一 记住盲人摸象的预言 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过滤的和单一的 不要太自信 大象腿象柱子 不等于大象就是柱子 第二 美国是联邦制的三权分立国家 不是大一统 谁是美国 其实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留美三十多年的法学博士老相告诫我的 再次 美国强大的原因 F同学说 美国就是靠搞乱别人来称霸的 倘如此 这也不是他强大的原因 而只是强大的表现 六十年代 毛也向亚非拉输出革命 为什么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虚心一点 羡慕嫉妒恨之外 就该想想 为什么人家立国两百多年 就能称霸世界近一百年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 精英 俗众 甚至流氓罪犯 都想去美国 他有没有值得见贤私奇的地方 美国不是天堂 美国问题很多 世界上很多人骂美国 美国人也天天骂政府 美国总统的支持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很了不起 可是美国的科技 军事 经济 金融 文化的实力 还是全面碾压 让你不得不服 原因何在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的理解是 新教传统 自由意志 平等包容 分权法制 创新精神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任何政治纠纷都是通过内部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 直属人头 不砍人头 永远只是茶壶里的风暴 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横产横新 同时 这是一个崇尚自由自律又自强的社会 举两个例子 一 美国家庭 哪怕再有钱 哪怕是双职工带两三个孩子 很少有保姆的 各种家务和维修都是自己做 家家户户车库里有各种工具 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人工贵 但不可否认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 二 现在疫情 政府下令大家待在家里 出门保持距离 大家都自觉遵守 绝少人违反 不需要宣传车 纠察队 或红袖章 最后 中国离开美国行不行 当然行 纪同学说了 两百多年前没有美国 中国生存了五千年 美国曾经封锁我们几十年也过来了 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问题是 你们还愿意回到我们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 你们愿意有权利让你们的后代接受那样的生活吗 现在国人中有两股对立的势力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极力鼓动中美脱钩 一是极左的战狼小粉红 二是极右的反共人士 前者是信心爆棚 要教训美国 屁逆天下 后者是恨屋及乌 要打击中共 让中国乱套 可见极左和极右 其实殊途同归 现在美国也有强大的势力 要对中国强硬 要中美脱钩 这次疫情又助长了这种声音 我们要站在什么位置 我的立场很明确 中美合作加斗争 维持斗而不破的基本格局 与我有利 可以口水 不能结冰 别的不说 对美出口五千亿 如果减少一半 就可能是上千万人的失业 失业潮会引起连锁反应 危及社会稳定 稳就业是中央六稳的第一稳 庙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可比你们清醒的多 F同学说 为什么不扩大内需 说的容易 内需不足 本就跟国民收入 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有关 而没有工作 更何来消费 你以为政府不想扩大内需呢 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没有出口市场 产能如何释放 经济三套马车 投资消费和出口 缺了出口 马车就熄火了 想过没有 改开之前 中国也是人口最多 地大物博 为什么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人口不等于市场 有消费能力才是 二 爱国 国人有个毛病 似乎胸脯一拍 说我爱国 就占据了 道德的制高点 而不需要其他的论证 爱国要有行动 对一个公民 敬业爱港 善尽职守 遵纪守法 依法纳税 就是爱国 而不是空喊什么口号 爱国跟你的职务 职业 说过什么冠冕堂皇的话 都没有关系 否则 像周永康 徐才厚这样的国妖大老虎 岂不是大号爱国者 他们认过的职 说过的话 可比你们的高大上多了 满心自问 做官也好 做老师也罢 自己的言行 真的都符合爱国的本意吗 再深一点说 国家 政府 政党 本是不同的概念 爱国是一种情感 它的内涵应该有历史感 而不是一种应景的空洞说教 如果批评政府 反对政府的一些做法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就是不爱国 那么从屈元到杜甫 从鲁迅到莫言 从托尔斯泰到苏尔人尼琴 都不是爱国者 爱之深 择之切 从历史看 伟大的批评家 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而一位歌功颂德的 多是投机势力之徒 其有文章轻设计 从来宁幸 富乾坤 二战时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举国沸腾 国会立即对日宣战 但是即使在那样的名义下 还是有一个议员投了反对票 她就是珍妮特 蓝金 美国国会中第一位女议员 群情激愤 警方不得不派人保护她 但是美国人没有说她是美奸 因为作为议员 她有权利说不 九十三岁逝世后 作为爱国者 她的雕像矗立在美国国会大厦 方方日记本是平常之时 见仁见智 批评和赞扬都是正常的 但因此上升到意识形态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只能说你们爱国牌的玻璃心 太脆弱了 再说 凭什么爱国和爱国主义 就只能由你来定义呢 谁给了你这样的垄断权 你们都是党员 算是列宁的信徒 那么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这些论述 你们怎么理解呢 列宁说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 爱国主义的迫及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说 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 列宁说 爱国主义 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 列宁又说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 就是他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 列宁还说 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查一下百度百科 定义是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 显然他门槛没那么高 没那么神秘或神圣 三 出国 出国了就是不爱相爱国 移民了更是可耻 甚至是汉奸 这就是你们的基本逻辑 首先 狗不嫌家贫之类的鸡汤 三十多年前我就喝过 电影木马人的台词对吧 但是人不是狗 乡土也不是狗窝 人要进去 社会要发展 有人财物的流动 才有源头活水 一辈子待在鹰山 对外界缺乏了解 这不是过错 但以此就觉得自己具有了对离乡离土者的道德优越感 就有点可笑了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 你们这些从乡下进的县城的公家人 见了固守乡下的老邻居 也该低人一头 如果鹰山的人都出不去 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物流资金流都断掉 那将不是岁月静好 而是岁月难熬 看看疫情下的封锁 甚至退回刀根火种 大而言之 近代以来 中国的每一个进步 辛亥革命 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 改革开放 加入WTO 都有外来因素的推动 否则我们还留着长辫子呢 你们宗凤的马列主义 也是波罗底海边上的东宫一声炮响送过来的 而不是土生土长的 不是吗 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 以居住地来给人贴标签 汉奸这样的词也能用上 够神经错乱的 是没有意义的 且不说红二三代有多少人住在国外 也不要说大家牵挂的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孟晚舟也定居海外 就只说我们这样的国际性企业在海外办公是再普通不过了 侨举海外的国人对国家的纳税和其他的贡献不一定比你少 远的不说 前不久疫情爆发 是海外华人买空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本地的口罩和防护用品寄回国内支持抗议 我们黄刚中学北美校友会 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清华企业家协会北美分会等等都在行动出钱出力 义不容辞 他们怎么就是汉奸呢 其次 站在民族发展的角度 向海外移民不仅可以为母国带回资金技术和其他的好处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拓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西时 靠着向外移民 大不列颠从英伦三岛变成了日不落地国 今天 不需要战争 不需要殖民 只需要落地生根 开枝散叶 华人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 一个自嘲的说法 有蟑螂的地方就有华人 难道不是华族的荣光和张力的体现 美国是谁的 是世界人的 越南人来了 菲律宾人来了 老莫来了 穆斯林也来了 华人为什么不能来 现在美国只有五百万华人 不到百分之二 如果是两三千万华人是什么景象 如果是五千万华人 中美还可能打仗吗 举个例子 川普前些日子一直说中国病毒 中国抗疫也没用 为什么后来改口了 因素很多 据说直接原因是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和太太赵小兰 交通部长 做了工作 这就是软实力 就我而言 家乡几十万人 有你们服务丧子 我离开大别山有什么不好 我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 换个活法 在一国他乡重启一种生活 有什么不对 生命就是一种经历 我没有觉得愧疚于谁 用佛系的话说 你在也好 不在也好 故土都在那里 不多不少 埃隆马斯克都在探索 太空移民 为人类的未来备份 你们却还在山里 祖骂出国的人 今夕是何夕 一条腿跨进了 微信和5G时代 一条腿还在 扶清猎羊的 义和团梦境中 这裤裆扯得有点大吧 四 家国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 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先有家 后有国 而不是相反 所谓家国情怀 也是家在前 国在后 就是说 对个人来讲 家 优先国 是基本人伦 否则国就没有意义 当然这里不排除特殊时候 特定人物 舍小家 为大家 那是一种升华的精神境界 不是常态 不能强迫大家都高尚 F同学 你外公土改被枪决 爷爷文革被拿枪勘压 你真的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吗 如果是一种像组织的表态 我能理解 如果真的那样觉得 我得说你是不孝子孙 没有人说 因为家庭的不幸经历 就要对国家有仇 当然可以跟历史和解 也应该放眼未来 但起码要对历史有价值的判断 对错的辨析 以及制度的反思 吸取教训 警示后人 从而避免悲剧的重演 而不应该简单的选择遗忘 或者糊里糊涂 方方日记一直说追责 一些人就不舒服 似乎冻了他们的奶浪 可是毛泽东讲过 逞前避后 治病救人 没有追责 如何逞前 如何避后 再来一次灾难 岂不死灰复燃 列明还说过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没有寂静的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就加过而言 F同学 你五十多岁了 起码应该搞清楚 你外公被处决是对 还是不对 否则如何面对先人 如果缺少历史背景做判断 建议你去读一下方方的软埋 那也是一部争议很大的作品 我是从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最后想说 就这场争论 王老师和书老师旁敲侧击 寻寻善诱 希望你们多读点书 知书达理 不要一根筋 遗憾的是 你们似乎油言不尽 感觉良好 就胸怀和事业 两位恩师足以在做我们二十年的老师 做学生的还是谦逊一点好 行文至此 我题目说的傲慢与偏见的隔壁住着谁 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希望你们不要进去作伴 谢谢 美国时间2020年3月31日 于南加州 请不吝点赞订阅